浙江广沙队今天晚上在主场迎来了青岛双星队 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青岛队还是难求一胜 青岛双星难求一胜的状态已经从赛季初延续到了联赛的第12轮 CBA最大排外援麦格格雷迪何时能够帮助球队取胜 也一直在考验着青岛球迷的耐心 本轮比赛麦迪的身体状态已经恢复 面对强敌浙江广沙 麦迪在比赛一开始便使出全力 强大的个人能力让浙江广沙队的主场球迷几乎是集体倒戈 首节结束麦迪的个人得分高达16分 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帮助球队在首节与对手保持平分 第二节麦迪被换下场休息时间青岛队明显失去了场场核心 而浙江广沙队也抓住机会在半场结束前不断地拉开分叉 并且带着60比49的比分进入下半场 随后麦迪重回场上 他多次上演一条龙的爆扣让现场球迷大呼过瘾 而麦迪再度依靠着强大的个人能力迫近比分 但是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尽管麦迪又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但是他的单打独斗还是没有能够帮助青岛结束连败 最终青岛102比108不敌浙江广沙